因为它降落的时候 它所需耗的阻风量跟降落人的瞬间 它的冲劲很大 如果你满载的蛋会有危险 所以说表示说 那这次殲-15是有挂石蛋 对 殲-15是有问题的 是有挂石蛋吗 它有挂石蛋 只挂了4枚 它正常它可以挂到6500公斤 可以挂的满满的 它只挂了4枚 为什么 因为下降的时候 降落的时候要丢掉 在中限制 对 要丢掉 那它不能乱丢 你不能说在海上 今天我这个飞弹 我这些霹雳飞弹 不要我就扔了 不能乱扔 那个会有问题 所以它只在了4枚 所以这些资讯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我们行政单位抓到的 还包含了美国的P8A 它出去的时候抓到了所有的 因为你起飞 所有的飞行员会跟塔台回报 我的武器装载状况如何 这一定要回报 你是在了4枚霹雳 还是在了14枚 还是满载 它都是很明白的讲 就是4枚 所以表示说 它的起降不是全载起降 那不是全载起降 就表示它飞 人家很多说 会不会游战 游迅转战 你只挂4枚要怎么战 你只挂4枚要怎么战 你一定是满载 如果说真的要打仗 对不对 你真的要打仗就是满载 对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它的歼15 全部是装满了6500公斤的弹药 起飞 哇 那紧张了 那紧张了 为什么 不可能在海上乱丢啊 对不对 我带着这个实弹 带着这些 我降落的时候不能降落啊 我一直飞到最后要降落怎么办 我要丢掉 不能乱丢 海上不能随便 余将军你把山东舰的 这个虚实都已经分析透了 那美国跟日本也一定知道嘛 当山东舰开到这个地区 不要说我们台湾独自去面对它 美国日本的围攻之下 山东舰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当然你看 不管是宫古岛或是冲绳 然后到我们台湾的东部 像北部的菲律宾 都在部署所谓的暗制飞弹 这些暗制飞弹是做什么的 当然打船的啊 就是打船的啊 那你想想看 你是一艘浮动的一个 大的一个目标在海上跑 你又没有预警机 你没有预警机 你怎么及时发现 各个暗制的飞弹对你攻击 你是没有时间攻击的 那你本来这个军舰或是航母 最好的攻击时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 它的侧面对你的时候 面积大 好打 所以说通常我们会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如果说我们有预警机的话 争取到五到八分钟 给它干什么 转向 对 我本来是这样 面对飞弹来袭的 我转向变重的 你看从这么大的目标 变得这么小 就难打 可是如果你没有预警机的话 对不对 等到你知道目标来袭的时候 30秒 30秒这么大一个庞然巨物 要怎么转向 对 它不能转向 它无法转向 所以说它会被攻击的很惨 对 所以我说其实当山东建 进入了这块台湾东部的海域 在冲绳 在菲律宾 在台湾东部的暗制飞弹 全部对准它的时候 到底谁比较危险啊 到底谁比较危险啊 山东建应该比较危险 当然危险啊 陷入火网 空中桌边 而且这个余嘉宇刚才提到 这还有只是反舰飞弹 如果还有空中 还有水灭下潜舰呢 这全部都有 一起围攻呢 全部都有 就是说你这个山东建 放在这个地方的同时 你在威胁台湾的同时 你自己正陷入险境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月城你不要又吹牛了啦 对不对 美国又没有围 又没有围山东建 是山东建围台湾 我讲哈 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样图找出来 你就知道了 到底是谁围谁啊 够明白了吧 这够明白了 这不是我乱说的嘛 对不对 山东建在台湾的东海岸 将近200海里的地方 你看这里 这里 这里不都是 有飞机 有船舰 海底下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 在菲律宾这边还有 它的军事武器的储存基地 那是谁包围谁 是谁包围谁 所以我说人家说 兵贵神术啊 就是什么 你在这里不重要 重要是我的武器 可以随时到你前面 而且呢 还在你不知不觉之中 就到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 山东建 他为什么会赶快 这个早早回去 出来的越久 他的弱点曝露的越多 对 他的战法缺点越多 越容易被 整个印太地区的盟军 给抓到 学习 看起来是学习一个什么东西 是学习近平的简称 要学习近平思想 叫学习 然后才能强国 变成APP 每个人都要下载 而且呢 你每天都要去学 去玩那边的游戏 凑那边的点数 那未来你才能升迁